半个世纪的婚姻最大的痛是长子和女儿的事实 我原来记得我从前也曾经跟陈彦讲 我说结婚可以 可是不要耽误我画画 他答应了我 他说不会让家事耽误你画画 可是到了结婚以后 尤其是我们第一个孩子不在了 在有了老二老三的时候 我觉得孩子比画画更重要 如今善叔子也重拾画笔 寄情于绘画天地 我现在觉得只有画画 可以让我忘了一切不愉快的一切的事情 我可以得到很多的快乐 三儿子虽远在美国工作 夫妻俩平日种点花买些小玩意儿 生活倒也闲适自得 是真的是假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做得很粗犷 很粗犷 一个龙的头很有趣味的 这是宜南一个庙的门上面的雕刻 有人说你们退休了 我说我教书的生涯是退休了 但是画画的一直可以画到我手拿不动笔了 我现在没想到你 我三个人 我九个人 我当做一首 我看你 我三个人 我向你 我还很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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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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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全盲的朋友来说 义工的口等于他们的双眼 他的名字叫 威尼斯大运河的入口 与救赎教堂 右半边 它是一座大教堂 那教堂前面有个很大的广场 这个教堂非常的美丽 于是在义工的协助下 全盲的廖文宗用心灵描绘出一幅 威尼斯的水都事件 他讲的你可以听得很清楚吗 可以听得很清楚 他说我一边想象里面的情景 多少可以感受一点艺术的气息 来到一幅宏伟的罗马建筑前 义工耐心解说建筑的形体方位 但不解释画的颜色 你会感觉他的气势非常 好像去到一个非常大的地方 很空旺 但是对面每个柱子都很大 你现在脑海里面对于这幅画 你勾勒出什么样的蓝图 他讲经过解说之后 当然就是他说的这些原著嘛 那这些建筑这样 而重度弱势的张胡平 则以望远镜辅助自己欣赏名画 你可以看到这颜色还有景物 可以看得很清楚吗 虽然无法亏得名画的全貌 但盲人朋友却拥有更多的想象空间和人情 那么对于这种人的新闻 我看得很清楚